袁玉叶怂恿太子 别被皇后和太后撤走 定要钦点他的侄儿为驸马 太子却没有那么果决 他生气起来 已敢和皇后对抗 甚至恶语相对 但冷静了 他也不得不考虑后果 袁玉叶可以不顾紧 他又不是皇后的儿子 也不是太后的孙儿 他不需要承担不孝的罪名 太子却不能 太子听了袁玉叶的话 忍不住在心中暗想 他一直推崇被制的恩师 真的处处替他着想 用心辅助他吗 还是仅仅想依仗他 来提高袁家的地位 和袁玉叶自己的官位呢 这个念头在脑海里 欲闪而过 又很快被排除出去 他总归不忍心怀疑自己的恩师 这么多年的感情 占据了上风 太子是个浴室有点冲动 事后又会优柔寡断 瞻前顾后的人 所以永存公主的婚事 悬而未决 太子沉思了一瞬 还是决定 明天去仁寿宫请安的时候 试探试探太后的意思 看看皇后溢于常态的撒泊 是不是太后许以重力的结果 另一边 他也派人去打听皇后 今日见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事 很快 太子就听说 皇后今日 请了太医院的 彭乐义提点看病 太子立马吩咐 让彭提点到东宫说话 内侍领命 去彭提点家里宣旨 彭提点也心里骇然 他已经躺下歇息了 已经过了二根谷 太子这个时候召见 定是有急事 彭提点火速穿好了衣裳 让小药童提了药箱 跟着东宫的内侍 荒急火燎的进了宫 路上 彭乐义还跟内侍打听 呃 是哪位鬼人不安了 太子的卖案 乃是中太医管着 平常 太子有个头疼脑热 也不请彭乐义的 但是 东宫的太子妃 和两位偏妃 都是彭乐义 管着卖案 他一时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生病了 没人不安 是太子 请彭大人说话 内侍看了眼彭乐义 然后 语气不情愿地说道 彭乐义就偷偷拿了个银钉子 在内侍手里 那内侍颠量 约莫无良重 就不着痕迹地藏在袖底 敲声道 那奴婚 那奴婚也不知太子爷 还大人何事 太子爷才从昆宁宫回来 看了皇后娘娘 彭乐义心里便有数了 太子定是要问皇后娘娘的病 彭乐义心里有点忐忑 他回来之后 想了很多 仍不明皇后娘娘的病医 等会儿 太子问起 自己该怎么回答呢 难道说 不知道吗 作为太医院的提点 不知这个词 是最忌讳的 彭乐义心里打着鼓 跟着东宫的内室进了宫门 现在十七月底 没有月色 夜幕笼着 宛如一块剪不开的莫愁 把天地包裹起来 明角灯的光 在浓稠的夜里 化不开一样 很快又被黑色吞没 照不了方寸之地 彭乐义记得 方才还清凉 气风徐徐 怎么这会儿子闷热起来 是要下雨 还是他自己的先进呢 东宫门口的灯笼 把大理石的丹榻 照得光可见人 彭乐义进了东宫 拜见了太子 太子更换了病符 他的恩师元余夜也出宫了 见到彭乐义 太子挺和善 笑着道 这么晚把彭提点宣进宫里 只因伍卓石放不下母亲 听闻今天宣了彭提点 给皇后娘娘瞧闭 到底是什么病因呢 太子见面就这样说 他开门见山 夜已经深了 太子不想拐弯抹角 和彭乐义周旋 彭乐义就给太子跪下 重重刻了三个头 这样太子微乐 彭乐义刻头完毕 才把谭皇后的病 一五一十告诉了太子 微臣进宫的时候 皇后娘娘已经半昏半睡 微臣也不知道 她发作起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 微臣所言 都是昆宁宫的孙姑姑所说 太子没有说话 她浓眉为你 彭乐义看了看太子脸色 顿了一下 继续道 太后娘娘说 让微臣明早再进去 给皇后娘娘请脉 太子回神 问彭乐义 哦 皇后娘娘发病 太后娘娘知道 彭乐义点点头道 哎 知道 太后娘娘当时便在昆宁宫 太子略有所思 她方才看到皇后的时候 皇后那么撒泼 太子似乎明白了一点 皇后娘娘她到底是什么病 太子问彭乐义 彭乐义定定心神 艰难道 太子 微臣不知 太子猛然抬头 看着彭乐义 反问道 不知 彭乐义脸色难看起来 她如实地答道 微臣替皇后娘娘把脉 她如此癫狂 若不是谭民心巧 便说心服不宁 可微臣瞧着 皇后娘娘并无这些病症 故而微臣的确不知道啊 你瞧见皇后发狂了 太子问 彭乐义微愣 她没有 她是听孙姑姑复述的 彭乐义如实回答说 没有 太子沉思起来 她站起身 在大殿里来回踱步 思索着什么 她没走一步 彭乐义的心速就加快一点 彭乐义紧张得额头冒汗 有点闷得透不过气来 疏然 一道羡慕明亮的闪电 劈进了大殿 彭乐义骇然 紧接着 她就听到了滚滚雷声 那雷声轰隆隆从天际划过 太子也被惊得回神 看了眼外面 嘟囔道 楼下雨了不早 方才天气还好好的 见彭乐义还局促地站着 太子道 你先回吧 别淋了雨 彭乐义巴不得 忙行李告退 太子则一晚上没有睡好 外头的电闪雷鸣越来越烈 片刻就有石子般的雨点 郑重砸在东宫内殿的琉璃瓦上 四大猪小猪落玉盘 嘲嘲怯怯的 太子的思绪也被打断 太子妃李氏 则进来道 太子 已经快三更了 你不歇了吗 太子这才进内殿歇着 他睡不着 太子妃又怕是潮湿 过敢过问 也陪着不敢睡 明早 你去昆宁宫给母后请安 别着急回来 彭底点会去给母后看病 到时候 你留下来服侍 听听彭底点说了什么 紧张里幽暗 太子 偷然道 他知道 太子妃也没睡 太子妃 连忙到事 太后也会去瞧母后 你也要看看太后的脸色 回来告诉我 要多留心 太子又说 太子妃满心里疑惑 终于问道 母后什么病 为什么要看太后的脸色呀 你明日自己去瞧 太子道 然后她翻身 背对着太子妃睡了 不再搭理她 太子妃有话想跟太子说 东宫的陈良帝 有了身孕 这些年 不知太子年幼 还是东宫的风水不好 东宫的七个女人 皆无身孕 包括太子妃 陈良帝 是去年十月进东宫 是太子的新宠 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子 忐忑隐瞒着 不想告诉太子妃 太子妃 还是知道了 她觉得 也应该告诉太子 太子会非常高兴的 可太子不想多谈 太子妃也不好贸然开口 她想 太子让她去昆宁宫探视情况 明晚回去 应该会问她 探视的如何 会和她聊天 她在趁机告诉太子 陈良帝怀孕这件事 太子妃是很不高兴的 她尽量让自己 不要露出意义一样来 太子很不喜欢女人 腌酸吃醋 到了第二天 太子妃醒来时 太子就已经去处理政务了 太子妃梳妆打扮一番 往昆宁宫去了 她刚刚到昆宁宫门口 却被内侍请到了偏殿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 一直到了吃午膳的时候 这期间 彭麗怀进来给皇后看病了 而太后也来探病 可太子妃什么也没有打探到 她没有等到皇后的召见 而是见到了内侍白公公 白公公直言不讳 对太子妃道 皇后娘娘奉体为和 已经腾下歇息了 皇后娘娘吩咐 太子妃若是有心 却把东宫的几位偏妃和两弟都带来 一同服侍皇后娘娘 太子妃心里有点错愕 可是她不敢质疑 她连忙到事 又问白公公 母后现在如何了 平日传皇后话的都是孙姑姑 孙姑姑去了哪里呢 太子妃在心里想 已经无碍了 白公公道 太子妃快回去吩咐一声 带了人来服侍 太子妃道是 她回去的路上又觉得胡乱 昆宁宫又不是没有人 干嘛要太子的基建 全部过来服侍皇后呢 可在太子妃看来 皇后素来高深莫测 太子妃也揣测不到她的心思 值得回去 让太子的妾室们 全部换上了崭新的衣裳 梳妆一番 进昆宁宫去服侍皇后 太子妃很快就折了回来 还听话的带了众多气势 皇后依旧没有见他们 白公公把他们安排在偏殿歇下 又安排他们用了午膳 这中间 太子妃隐约听到那殿有动静 好似是女人的哭声 难道是皇后吗 太子妃不敢多想 一直到了黄昏时分 皇后依旧不见他们 太子妃有点着急 就派人去问白公公 母后如何了 娘娘还在歇息 白公公道 太子妃稍安 眼瞧着天色就黑了 太子还等着太子妃回话 太子妃稍安不了啊 而怀了身孕的陈梁帝 有点不舒服 想回去躺着 几位偏妃和梁帝 都看着太子妃 太子妃自己 也是一头污水 直到一根谷响起 已经很晚了 皇后依旧没有要见他们的意思 只是让白公公 安排他们用点点心 连晚上都不给他们 太子妃心里 有点儿 不安起来 花子妃的